我们都知道一张纸 当它无法承受一定的力量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破掉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揭秘一下 几十年前表演过的纸上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 那我们先看表演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气功师 大家看 这就是湖北荆州天河寺的第九代传人 气功师张嘉玲先生 张师傅 听说您是最拿手的叫做 轻功是吧 轻功 您的轻功都有什么内容呢 有紫散玄人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他的表演 首先呢 请大家看纸上玄人 纸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 这是一张一张的纸 这个纸 我来请一位同志 这位同志您请上来 您随便捡一张纸 把边上撕一个小角 看一看是不是真的纸 大家看 这就是 可以说是普通的白板纸 下面就请张师傅给大家表演 大家看 这么薄薄的纸 要筋住这么大一个人 我看着可有点悬 这家伙可够悬的啊 哪位心脏不好的话 把眼睛稍微闭一下 站上去了 大家鼓掌 成功了 就算你啊 真不容易 不过我得检查一下这个纸怎么样 大家看一看这个纸 撕开了 全都是真的 大家说容易不容易 买过来了 纸上玄人的纸 纸上玄人的凳子 接下来我们就组装一下 那么试一下 普通人纸上玄人能不能做到 这个呢 是100米的这个宣纸啊 然后书法画画用的 这个纸呢 和视频当中差不多 我们把纸准备好之后呢 现在呢 组装这个纸上玄人的架子 接下来呢 就已经把这个组装完成了 然后我的脚的话 这个空间正面还是够的 那纸上玄人这个准备工作差不多准备好了 然后这个纸的话 它的间距是差不多的 我们下部就是缠纸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个纸还挺薄的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们看一下这个 纸的这个硬度啊 其实这个纸的硬度 比视频里面还要薄啊 真的不是很硬的 非常的薄 它这个纸的硬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纸的硬度 先多发一点 然后缠绕方式的话 和视频里面一样 这个尺寸的话差好 是一样的 因为视频里面 它的这个棱柱啊 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不像这个比较滑 就会滑出来 因为正方形的话 它的边角的话会有一些土壁 那我现在的话准备用一些胶带 把它辅助一下 固定一下 好了 然后我现在把这一个里面已经 用胶带简单拂离一下 来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成功啊 现在加薄 那我现在又改良了一下 把它四边全部包成这个纸 对不对 然后把这里面的全部包成纸就可以了 好 好了 经过改良之后呢 这个纸上玄人的纸上已经有这个雏形了 看到了 都一样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尝试一下把一个脚放上去 我现在就用一个脚踩上去 我感觉这个脚支撑不住我的脚 它已经发出了不通风的声感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后面胶带绷不住了 后面的胶带绷不开了 看得否就够 这是有一点弧度 这是有弧度的 我这一次把鞋子脱了 直接就破了 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白卡纸比这个圈纸厚很多 所以我打算用个两三层试一下 现在的这个圈纸的厚度已经有一点了 那经过上两次的这个失败啊 是因为第一是支撑力没有很好 第二个是圈纸太薄了 接下来把圈纸加厚之后呢 我们来踩上去试一下 能不能人真正的站立起来 先一个脚慢慢的 哇 哇 好 那我们来再试一次啊 接下来全都是靠这个纸的张力啊 不知道这一次交代你们的公主 哇 还没给你呢 哇 还没给你呢 嗯 好了又改良了一个版本 我们来试一下这一次的两边的力量能否支撑住 我这里 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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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大家听到声音了吧 这个就是胶带之间紧封的声音 放掉 看来还是这个圈纸啊 太薄了 直接踩出一个脚印子 四层的圈纸120斤 直接给我踩换了 接下来来一个终极实验 我把剩下这一卷加大它的层数 来看多少层能够能站立起来 接下来我已经绕了很多层了 我们再抬上去试一下 纸绍玄人 给大家先表演一下 先慢慢的 扶一下 然后慢慢的抬上去 然后慢慢的抬上去 我觉得这次可以成功 已经完全的抬上去了 完全抬上去 这个纸的话 确实可以承受住 我一个人的重量 看到了吧 哇 它已经完全能够承受我的重量 我现在已经悬浮在这个纸上面了 然后一开始的圈纸是太薄了 然后把圈纸扎厚之后呢 完全是可以站立起来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捆板 方式比较卷就可以 那么节目当中所用的白板纸啊 是我手里这种 特别厚啊 它这种属于白板纸 特别厚 和圈纸比起来的话 你看着好像是纸 但是它的厚度是非常厚的 白板纸 来再试一下 还是一样放在这边 这样 看到了 这个白板纸完全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通过真实的实验呢 发现纸上悬人 它的一个原理和气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呢 它的纸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需要用到这种白板纸 拉扯的这个硬度比较高 所以它不容易撕裂 像这种圈纸的话 需要五六层的人才能够站立起来 而这种白板纸的话 拿在手里像这样 非常的牢靠 所以呢 但是它只要这样斜角一次的话 和纸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给大家造成了 好像是人体可以在纸上悬浮 好了我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 我是佩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